前方一輛遊覽車開在路上 左搖右晃得看起來很危險 接著他變換車道竟然撞上了直行的機車 騎士整個人彈飛出去畫面非常驚悚 事情發生在30號傍晚6點多 一名姓歐陽的男子 騎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上面 沒想到成信遊覽車司機突然打右轉燈變換車道 右前車頭直接撞上機車害他摔著四腳朝天 手腳多數擦傷 肇事駕駛為此要付出代價 以大陸交通管理處罰條例48條 標準變換車道不當來處罰 那相關的處罰司法新台幣600元 警方調查後發現成信男子酒測值為0 也沒有精神不計等狀況 且事後同意賠償機車騎士所有損失及醫療費 全案才告一段落 記者葉遠玲 陳陸群 台北報導